劳动部政务次长廖惠芳稍早在个人脸书PO文写下自己于11月13日当面递交辞呈给林美朱部长宪政等待办理离职程序中投下人事震撼但劳动部稍早也证实廖惠芳证次的确上周曾表达倦情之意但部长已于第一时间未留并同意让他暂时先请假休息 廖惠芳今下午在个人脸书上写道本人廖惠芳以个人生涯规划为由在今106年11月13日当面递交辞呈给林美朱部长 请部长宗本人自当天起辞去劳动部政务次长一职宪政等待办理离职程序中 特此声明应尽来劳基法修法备受争议 不少人怀疑他的请辞是否与劳基法修法有关 记者目前仍未与廖本人取得联系 劳动部稍早也发布新闻稿 廖惠芳政务次长确实于上周末表达其振情之意 林部长第一时间已于未留并同意廖次长暂时先请假休息一下 今廖次长再次表达此意 林部长会再约见廖次长予以未留 并未正面回应是否同意廖政次请私一事 仅强调暂时同意其请假 劳动部政务次长廖惠芳经传请辞 劳动部稍早证实但强调部长已于第一时间未留 并同意让他暂时先请假休息 报夕资料照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